罗马书第十章 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 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摩西写着说, 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 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 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 就是要领下基督来。 谁要下到阴间去呢? 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 他到底怎么说呢? 他说, 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 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信你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经上说, 凡信他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 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 他也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 因为, 凡求告主明的, 就必得救。 然而, 人未曾信他, 怎能求他呢? 未曾听见他, 怎能信他呢? 没有传到的, 怎能听见呢? 若没有奉差遣, 怎能传到呢? 如经上所记, 报福音, 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教宗何等加美? 只是人, 没有都听从福音, 因为以赛亚说, 主啊, 我们所传的, 有谁信呢? 可见信道, 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但我说, 人没有听见吗? 诚然听见了。 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 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 我再说, 以色列人不知道吗? 先有摩西说, 我要用那不成死民的, 惹动你们的愤恨, 我要用那无知的民, 触动你们的怒气。 又有以赛亚放胆说, 没有寻找我的, 我叫他们遇见, 没有访问我的, 我向他们显现。 至于以色列人, 他说, 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